ok 那么大家在跟这个保鲜弓箭之前建议先完成这个1.6的主线的拥雨神的冠冕这个主线任务 有些地方他需要开启的 ok 那么完成之后我们来到打开地图 然后禁闭双钻的第三层 第三层上方的这个传用点 传过来 传过来人物向右转 右后方上楼梯 上楼梯之后往左转 要一直往前走 在中间的这个小弯这里啊 有个宝箱 剪完宝箱我们继续向上小地图的左前方走 一直往前走 要从这边下楼梯 下楼梯之后右转 要一直跑到终点 终点那边呢是一个电梯 那么我们开门之后呢 在左手边是有一个宝箱的 开门之后左手边有个宝箱啊 然后再从旁边这里控制这个电梯下去 OK我们进入电梯之后呢 可以把视角啊转到小地图的三点这个方向 小地图的右手边 OK我们下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向前走小地图右手边 小地图正前方呢就有一个宝箱 记得有摁到这个普通残利品呢 OK进盘宝箱我们回头 向小地图的九点方向往前走两步 然后向右转 向小地图的正上方啊 小心别被这个虫子打到 一直往前走 往前跑 OK进门之后人物向左转 人物向左转 这边有个宝箱 这个宝箱我们从旁边的楼梯啊下去 从旁边楼梯下去 下去下到第一层之后 我们人物向左转 这边有个小门啊 有个小门 从这个小门进去 进去之后往人物的左前方进门 这边有在角落里面有个宝箱 OK进门宝箱我们打地图 来到小地图的最下方的这个床点 转过来人物向左转 往左前方走 在人物的左前方小地图的右下角 这边有一个宝箱 简单宝箱人物向右转 向小地图的左向角 小地图的七点钟方向 下去 然后一直往前走 走到镜头人物向右转 这边有个门 从这个门进去 向小地图左上角 然后一直走到镜头 一直走到镜头 左前方有个宝箱 简单这个宝箱啊 简单这个宝箱我们回头 在人物面向小地图的右下角 那么往前走 左侧有两个门啊 这个是前往这个对侧接拨站 接接拨站 我们直接进入这个接拨站 然后呢会进入一个 打架的宝箱宝箱怪 这会到一个打架的怪面前 准备进入战斗 好 接完这个宝箱 然后我们回头 向小地图右下角往前走 在前面那边上楼梯 走到镜头 然后人物向右转 往前走 上楼梯 然后人物再往前往右转 然后呢看到前面有个大门 然后碰到大门开的时候啊 人物向右转 有可能你们第一次来 这个门可能不会开啊 这个门可能不会开 如果不会开的话 我们人物向左边啊 这个大门左边有一个 橙色的这个门啊 就在传送点旁边的这个门 从这个门进去 人物向右前方转 这边有一个宝箱 讲到这个宝箱 人物右转 从这个门出去 啊出去之后 人物向右转 人物向右转呢 就可以来到这里啊 这个门 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 可以从这里开启啊 OK 然后再回头 向小地图的左上角 然后这边有一个萨满 有个萨满啊 这个萨 记得准备战斗啊 是铺满不是萨满 坏了 因为打完这个铺满之后呢 我们人物往右转啊 人物往右转啊 这边有一个门啊 向小地图正上方 小地图正上方 你们可能打完的位置 跟我不一样啊 你们看一下在这个位置 好 这么上方 这里呢 是需要主线开启的啊 就主线会直接给你传送到这个位置来 如果没开的话 你要先把主线过了 从这里进去之后 人物向左转啊 这边有个宝箱 讲完这个宝箱 我们打个地图 来到我们人物右下角的这个传统点 可以传送过来 人物向右转 向右转啊 一直往着这个门走啊 小地图的右下角 一直往前跑 跑前面有个门啊 从这个门左转转进去 这里有个小解谜啊 有个小解谜 这个解谜呢 进来之后 然后又又又一格 然后上上 左下 左下 左上上 有 OK 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宝箱 在剪完这个宝箱啊 那我们这里的 呃 宝箱就结束了 那么一共呢 是12个宝箱 加一个铺满了 OK 那么 节视频做的还行 不忘给大家拍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